大家好,我是廷邦肯,然後我今天想要提的專案是台灣防空識別區快訓 那計畫援取的話是因為從去年的9月開始的時候,中共那邊的軍機又開始頻繁的入侵台灣的防空識別區這樣 然後根據中央社新聞的話,截至同年的10月7號左右就已經花了,台灣這邊就花了312億去營業這樣 就很多錢,真的很少錢 所以為了希望更了解這個狀況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在國防部那邊每天都會有一個幾十塊訊區跟我們講說每天大概有多少軍機跑來我們的防空識別區這樣子 所以就希望說可以簡易的把資料拉下來然後做一些簡易的統計跟視覺化呈現 好,所以目前進度的話就是每天已經有一隻爬蟲就是每天都會把每天有多少飛機,飛機什麼型號 然後跟他的路線圖都爬下來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話,像昨天的話就是有一台叫做運9的通行對抗機 一台然後就在左下角那邊切了一下角這樣子 對,他們很喜歡切那邊這樣子 那原本都會放那個飛機的照片,但是其實後來發現他們多的時候會放示意圖 然後不會放檔下拍到那張圖這樣,可能是因為一些機密的關係 所以後來那些圖片都不爬 所以主要就是有一些資訊然後跟這張圖片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最嚴重的事情就是在去年的9月 去年9月的話有一天突然就是有 同時有18架就飛進來了這樣子 對,這是最嚴重的狀況 好,那所以如果剛剛前面就是說就是單天的狀況 好,那其實就只是把國防部那邊的資料就是再爬下來而已這樣 那我們既然都爬下來,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統計 那統計的話就可以看到說如果是1月份排的話就是這樣排 所以大概每個月的話大概就是有20到50台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累積那個機型的話就會看到說 哦,其實運霸的話大概是幾乎每天都會爆到的一台飛機這樣子 OK,好,專案真人 第一個的話主要就是希望它有一個資料視覺的話 因為其實前面那些東西就是只是把國防部的東西再翻過來再講一次而已 但是這個可能對民眾來講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如果是像指揮中心快訊一樣 每天做一個這樣子的圖片 那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說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樣的話其實對大家來講還是真正更吸收資訊的一種方式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今天的重點 三顆星希望有人會做事要視覺化人來幫忙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希望可以來架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就是有資料視覺化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說可以有符合開放資料或核心的那種 的資料呈現這樣 或者說可以討論一下哪個功能應該要先做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其實我不是國 我不是軍事專家 所以其實有一些東西的代號其實我不太清楚到底對不對 我目前都只是把它拆開來分說外霸就是外霸的那一類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那個代號就不知道什麼東西這樣子 好,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會懂日文然後會寫爬蟲城社會可以來 因為後來才發現其實台灣這邊跟日本這邊其實有一些聯訪 所以就是有同樣的格式這樣 所以如果你會製作人的話來幫忙一下 好,然後或者是你會FlyTrack API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這邊或是直接加入我們的頻道 OK,謝謝 謝謝Dee Want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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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